第九百六十四章 上 断手 庞浩望着那面带猙獰微笑的林栋 嘴角也是微微抽搐了一下 宣记勉强地笑道 林栋兄弟真是好本事 凭借着升玄境大成的势力 便是能够牵制住一具死玄境大成的吟诗 呵呵 好本事也不如庞浩兄的好手段呢 林栋笑笑 只是那眼中的杀意却是再也掩饰不住了 这庞浩自从见面后便是在不断地对他使绊子 眼下更是想将他置于死地 这种重的举动足以让得林栋将其列入必杀之列 你这个不要脸的混蛋 而在林栋眼中杀意涌动时 一道蕴含着怒意的交合声却是突然地自后方响起 然后一道娇小身影暴力而出 直接是抡起了手中那生死关盖 狠狠地对着庞浩怒拍而去 庞浩见状眼神微变 不过却并未出手 去时代德那攻势即将来临时 那灰发老者却是闪略而出 枯瘦的手掌反手拍出 磅礴的原理中隐隐的有着黑光涌动 声势惊人 生死关盖与那灰发老者全风硬轰在了一起 巨声响彻 一股惊人的窝洞席卷而出 宣祭那道娇小的身影 便是被镇得盗飞而出 哼 小女娃也太没教养了些 灰发老者目光冰寒地望着 被镇飞的牧灵山冷声喝倒 有没有教养还轮不到你这老狗来教训 灵洞眼神已是在此刻彻底的阴寒下来 玄机清光突然自其体内暴涌而出 一声立鹤 灵山 听得鹤声 慕灵山立即点头 直接将手中生死关盖抛向灵洞 后者一把抓住 磅礴原力涌动 玄机狠狠一挥 黑色光波便是在关盖之上呼啸而出 席卷向那灰发老者 此气不动 那灰发老者望着席卷而来的黑色光波 眼神也是一鸣 旋即一拳洪出 一道百当全眼便是凝聚而出 重重地与那黑色光波撞击在一起 彭得一声 响亮的巨声传开 那股狂暴无比的能量连移 将雷云都是生生撕裂而开 灵洞面无表情身形丝毫不退 旋即其手中的生死关盖突然飞起 而其右腿则是犹如巨腹一般抡起 然后狠狠地甩在了关盖之上 生死关盖在灵洞这般一腿下 顿时化为一道黑光 直接使此类空间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对着灰发老者 抱哄而去 蠢货 而那灰发老者 见到灵洞竟然将生死关盖甩出来 眼中顿时地略过欲谋贪婪以及冷笑 这生死关盖显然是一件极为强大的灵宝 灵洞先前能够发出死玄境强者方才能够催动的死气 显然也是这关盖的作用 而失去了生死关盖的灵洞 还不是少了牙的老虎 既然你要把宝贝送给我 那我就确实不公了 灰发老者双掌一握 庞博园里 直接化为两道白当巨手 然后一把便是对着那暴力而来的黑光 重重抓去 巨手抓在黑光之上 确实有着惊人的波动散发出来 生死关盖激烈地挣扎着 与那巨手形成僵持 灵洞眼神冷漠地望着这一幕 确实理都不理 只是那阴寒的目光突然地转向旁号 循迹身形移动消失而去 见到灵洞消失 那些九幽门强者面色顿时一变 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灵洞的目标并非是挥发老者 而是旁号 他是故意地将生死关盖刨出 以牵制住挥发老者 小子 你敢 那挥发老者也是发觉不对 顿时立刻出声 但此事的他正被那生死关盖纠缠住 后者之中仿佛有着一股极为诡异的力道弥漫出来 令得他一时间也是不敢轻易挣脱 林洞对于他的鹤声却是由若未闻 身形一闪 并直接出现在了那面色阴沉的庞昊的面前 而后春角有着猙獰笑容掀起来 没有任何的犹豫林洞突然一拳轰出 而在其旋风涌动间 整整三十道青龙光纹突然自其手臂之上缠绕浮现 顿时惊天龙吟响彻而起 三十道青龙光纹增幅 那般力量令得周遭的空间 都是出现了一些扭曲 周围那些九游门强者 更是看得眼神惊骇 你真当我怕了你不成 那盘浩也是被林洞逼得动了真怒 当即眼中便是有着凶残滋涩涌起 而后体内磅礴原力几乎毫保留的席卷而出 九游白骨掌 暴鹤声自旁号嘴中传出 宣迹其手掌突然变得盈如白玉 看上去宛如一只白骨之手 而在那盈白上 则是弥漫着一种令人心寒的波动 显然这所谓的九游白骨掌 也是一种极其厉害的武学 缠绕着青龙光纹的拳头 在下一刹那 直接是在那众多目光注视下 狠狠地轰在那白骨之手上 轰击的刹那 低沉的刺耳声音立刻地响了起来 那片雷云都是被那股进风生生地撕裂而去 而在巨声响撤间 一道爆炸声 一凄厉的惨叫声 也是随之响起 然后众人便是眼瞳微缩地见到 那旁号的一只手臂 竟是在此时生生地爆成一团血雾 而其身体也是如同断线的疯涨 倒飞而出 数名九游门强者试图出手阻拦 但却是被那隔体传来的惊人力道 震得一口鲜血喷出 众人见到这般结果 心中都是忍不住的 永生利莫震惊 谁能想到 这林栋竟然直接一拳 便是将实力达到了 升拳镜圆满的盘号 手臂声声震爆 这般实力 比起半天之前的两人交手 无疑是要更为的强悍 而且林栋那出手的狠辣 也是看得他们心头微惊 前者看起来颇为年轻 但这番手段 却是异常的杀法果断 恐怕连那灰发老者都料不到 林栋竟然是能够 在一名死玄境小城的强者阻拦下 将旁号伤成这样 小辈 你找死 那灰发老者 见到被重创的旁号 也是暴怒出声 身形突然转向 灵力爪风 攻向林栋 林栋背后青龙双翼展开 身形暴退 轻易地将那灰发老者攻势避开 然后脚尖落至那生死关盖上 眼神默然地望着 暴怒中的灰发老者 以及那断了一条手臂的旁号 淡淡地倒 只是淘点利息罢了 既然有暗算人的心思 那自然也得有被人暗算的准备 呵呵 若是你们九幽门打算 在这里与我纠缠 我倒是无所谓 不过那雷电中的宝贝 或许要跟你们没半点瓜葛了 林栋一笑 淡淡的话语 却是直接让得 那欲再度扑来的灰发老者 突然凝固了身形 此时那三具吟尸已被封锁 那雷电大门也是大开着 如此一个不再设防的保护 对于赛场的强者而言 无疑是具备着难掩的诱惑 而此时的猪人眼中也是有着红意弥漫出来 小子 等此事了了 我必是要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灰发老者立声道 呵呵 随时奉陪 林栋微微一笑 也懒得再理他 袖跑一挥 脚下生死光盖便是掠向了木陵山 然后被后者一把抓住 走 林栋鹤声出口 然后身形率先的暴力而出 身影如同大鹏一般 对着那敞开的雷电大门呼啸而出 而在其后方 那大批的强者也是闻风而动 顿时一道道身影 如同狂虫一般 冲进了那尘封千年的雷电之中 再来一遍